做老板,其实也不是想象中大家看的那么光鲜亮丽,这么好做的 一来你成本控制要很厉害,要很精准 然后你要从A做到Z 做Sales,收钱,被人家拖帐,你要找企业,顶帐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啦 你需要负责很多样的东西 虽然讲做老板是赚最多钱的那个,但是也是利息最高的那个 对对,可是像我做了房产购,我发觉到做Sales,我只需要负责前面的东西 做Marketing,见顾客,负责找Sales 关于后面那种几十处负责,处理各种背面的证据 都会有很多的人去帮你负责任,所以你可以更加专心地做销售这一部分 大家好,在我身旁这位叫做Ken Ken 来跟大家做自我介绍一下 哈啰,大家好,我是Ken 加入了Adrian的一年的房产小白 房产小白,就讲说之前没有房产经验,就进来才开始做啊 对对对,第一次接触 OK,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人在哪里 我们人现在,其实我们在,Texter,美国 What?Texter? 哈哈哈,不是不是不是,我们人在越南,我们人在越南 还没有到,还没有到,下次下次 我要讲我是蛮臭国家,明明这里写着答案 下次下次,等我们去更远的地方 OK,OK,OK,来跟大家讲一下,你怎样高兴到这个旅程 其实一开始我也是不知道我怎样高兴到这个旅程的 后来我有问我的旅程,哎,其实这么我就是有的联合你们的旅程的 哦,其实是在一个月里面,你卖得到一间房产就可以高兴这个旅程了 所以相对是比较容易,就这么简单,一间就够了,就可以来玩了 很多公司他们的那个年终旅行长都是要卖很多间的 对对对,所以一间就高兴到 一间就可以了,而且还一次会有,会有不同各种各样的 所以这次幸运地高兴到这个旅程了 对对对 再问你多一个问题,来,你本身你刚才讲,你是房产小白吗? 嗯,之前你做什么行业的? 哦,之前我一开始,因为我本身是毕业于建筑系的 后来就有做过设计师,有做过装修 然后甚至也有自己开过装修公司 啊,对对对 老板的那你? 曾经是,曾经是,做过各种各样的行业 这样为什么到最后你会转过来做房地产生行业? 对,因为其实做老板,可能我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做老板的那个资格啦 毕竟经验还浅 所以做老板其实也不是想象中大家看的那么光鲜亮丽,这么好做的 一来你成本控制要很厉害,要很精准 然后你要从A做到Z,做销,收钱,被人家拖账 你要找宣伴,顶账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啦 你需要负责很多样的东西 对,虽然讲做老板是赚最多钱的那个,但是也是risk最高的那一个 对对对,而做老板是不是赚最多的钱? 那这个也不好说,也不好说,要看你是做什么老板 对对对,并不是这么美好啦 对于我来讲,我老板的经验并没有很美好 这样子跟我下次讲 像我讲的,比起做生意跟老板差别在哪? 差别在于如果做生意的话,像我刚刚讲的,你需要从头负责到尾 对,样样东西都是情侣情为啦,一定要 毕竟你的公司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一定是要什么都要去做 什么都要去了解 可是像我做了房产过后,我发觉到做seals,我只需要负责前面的东西 我负责做marketing,我负责见顾客,负责找seals 我的公司,我的团队会有很多人给予我支持,back up我 关于后面那种,几时出负责啊,几时会帮你处理各种 back end 的 document 都会有很多的人去帮你负责任 所以你可以更加专心的只是做销售这一部分 像你刚才讲说,你是房产小白嘛 嗯,你怎样子这样快 pick up 来卖这么贵的房产呢? 嗯,你卖的大概是接近一名的理想 对,对,对 怎样是这么快 pick up 呢? 首先你要很熟悉那个项目啦 然后就可能跟身边的leader啊那一些 哪一些经验咯?他们怎样卖超过一千亿以上的房产 他们就说,那个顾客群他们要求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你要先了解你的projects,你的项目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的顾客是叫什么东西? 然后帮他们做一个connection 这样子来讲就可以更加好的推销给你要的顾客啦 这你不会没有信心吗? 一开始就卖这样贵的Robin? 一定会没有信心啦 因为我是小白嘛,一定是没有信心啦 讲来OCOM的话,就你自己要make你的mine clear咯 你要set好一个target 所以说今天你已经没有后路可退了 你现在公司给你的就是100万的项目 你要就卖这个100万的项目 这样我们大家一定是要赚更多的钱嘛 这样为什么人家可以卖100万的项目我们不可以卖? 所以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学怎样卖100万的项目 这个你要自己做好你的锁定你的目标 尽量去达到咯 我很喜欢你这个精神 对嘛,就是你今天要做的东西就是去做而已咯? 对对对对,你卖不到你也没有损失啊 他不像做生意,他没有成本在那边 他没有成本在那边 所以做得到就有 做不到就当做哪一个经验 然后再继续的磨练 美心,这样我再问你多一问 很多人一进来这房地产行业他们都会问 我没有对象卖,我不能卖给谁 你这样是找到这些对象呢? 一开始的话 这样当然我们一开始 谁都不会有顾客群在手上 所以一定是需要很好的一个合作 你要进队你的团队 然后你的领导那些会给予你帮助 一开始他们会教你怎样去做 然后甚至给一些潜在顾客给你 所以他们拿回来的顾客群 因为他们有做广告那些,有做动作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顾客主动去找我们的领导 然后他们再把那些顾客交给下面的人去处理 所以我们都会拿到蛮精准的顾客了的 所以就是想说你跟你的领导合作 对,没有错 甚至是感受得好那样的领导给你 对,没有错 这样好吗? 很好 所以是相对来讲会比别的顾客来说更容易 更加容易上手 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进这个队的关系 这样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 对于一个房产小白 完全没有经验,没有做过房地产人 你有什么样的领导给他们呢? 如果他们要开始做房地产 我觉得说,首先你要确认你自己是不是要这个东西 如果是的话,给你一个试图 我觉得没有对与错的 你先开始了,才会有结果 所以我觉得看这个视频给大家 如果今天你们曾经有想过 要经验或者是想尝试房地产行业 可以不妨跟他学习 像他讲的几个样东西 就是经验没有损失 这个行业,你的 risk 是第一过做成你的 因为你没有放很多成分进去 对,那是第一 第二,我觉得 我觉得呢,净队团队可以给你更快的去看到你要的成绩 因为像他刚才讲的 找顾客就是一个大家最大的烦恼 如果净队团队来讲的话 你跟你的领导可以有一个有效的配合 这样子你可以更快的去练习 这样你有更多顾问性 所以我觉得这几样东西都是 在房产行业我们可以给到的支持 也就是我们的团队团队 我们可以给到的支持 我们可以给到的支持 所以如果你要开始你的房产行业 你可以评论他或评论我 我们到时候告诉你 怎样子来开始你的房产行业 可以 谢谢Ken OK,恭喜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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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再见 再见 再见